我記得拍的時候 導演一直跟我說 你想你就演自己 但是要帶王力川的這個感覺進去 他一直跟我說 你是王力川 王力川就是你 然後希望可以把他的那種 紳士的感覺 這個紳士的感覺 或者是那種味道帶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好吧我也不用想太多了 就直接就是順子自然 可能個人覺得王力川是怎麼樣子 然後就是要記得他是一個參級人 可能走路的時候不一定會覺得太誇張 然後但是他有拐杖 上車的時候可能必須要扳一下腿 可能對對方講話的時候 然後甚至有點溫暖的感覺 不會太就是叫人做什麼 叫人做什麼 其實我都是很 自己愛去做 然後自己愛去清理 然後不會讓人家就是擔心這樣子 非常獨立 其實我覺得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有時候會沒有偶像包袱 或者是做一些很怪的東西 或者是錄一些很搞笑的視頻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好 就是醜一下吧 或者是 就是搞一個玩笑一下吧 那其實大家會覺得很 蛤 他怎麼會這樣子做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並不會怎麼樣 因為這就是我的個性 我也是覺得 希望可以讓大家笑 或者是 甚至大家看到我不一樣的一面 所以才會做出這個東西